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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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大家好,我是Jay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简约的理想桌面 Dream Desk 一个理想桌面,该有什么不该有什么 都是个人的喜欢,没有对和错 有些人就喜欢桌面排满满 有很多东西,有CD,有书 屏幕三四个,键盘两三个,都是他们的喜欢 可能,也是工作上的需求 有些人就很喜欢无线的东西 什么都是无线的,他们的桌面看上去 你是可以躺着睡觉,很干净,很舒服 我有看过几个例子,真的很不错 只是本身,我不是太喜欢无线的东西 为什么呢? 不需要充电,需要换电池 对我来说,反不反 那给你看一下我的桌面 其实也是很简单 不是太多无线的东西 线还是跑不掉 线是要懂得怎么隐藏 是隐藏在电脑后面 还有桌子底下,桌子下面 桌子下面 是挺乱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样一样的来评论一下我桌面上的产品 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话题 第一样很明显的就是我这一台24寸的屏幕 它不单单是一台屏幕,它其实是一台电脑一体机 华硕 Zen AIO PC 它采用的是AMD Ryzen 7 5700U的处理器 内存16GB儲存512SSD加ETB 在多任务处理方面根本没有问题 一点都不会卡 我用的一般都是云端平台 游览器开到爆的那一种 所以速度来讲,多任务处理的表现5颗星 这一台电脑的配置是没有显卡的 虽然没有显卡,可是我不打游戏 根本不需要显卡 在编制视频 基本功能方面完全都很OK 我觉得在2021年这种科技年代 一台普通的电脑功能 已经能够满足不止一般的需求了 办公休闲这种一体机 我觉得已经是最方便了 这个屏幕还是一个触摸屏幕 而且是哑光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本身我不是很喜欢那种亮的屏幕 防光了会太刺眼 接下来微软时已经含在价格里面了 无线键盘和鼠标已经是一种标准 摄像头也是有,开会来说很方便 我有去研究一下类似这种配置 但是如果说我去SIM LIM 自己组装起来 价钱不会少 我觉得没差 也不会更省位置 因为你一定还会有一台主机 当然除非你有位置 你有钱 你任性 你要去组装一个游戏主机 闪闪的那种装饰 你快乐就好 喜欢就好 唯一我不够满意的就是 它只有四个USB 一个USB-C 我觉得这也太少了吧 好处就是它有HDMI OUT和HDMI IN 所以笔记本和电话都可以 连接一个高清线去这个大屏幕 最后三年的保修 有问题你打个电话 维修人员上你的家的保修服务 这也够香了吧 我电脑上面放着一个桌灯 这个谁想出来的产品 它就是个天才 省桌面的位置就算了 它使用的是USB的电源 根本不用插电 直接插去电脑后面一个USB出口就可以了 它的质量非常非常好 三种不一样的状态灯 亮度也可以随你调整 这个也太方便了 牌子现在是很多 可是我用的这个是BASEUS的 BASEUS 就是这个牌子 接下来就是这一台无线充电器 它其实也不是真正的无线 它不像有些桌子 我看过的就是建在桌底下的 然后你的手机放在桌面就可以了 这一台不是 我选的是SPIGION 这是还是有线 还是要接去USB的插头 这个角度是斜的 所以我把电话摆在那边 电话箱有通知 其实很容易看得到 说真的 这一台很耐用 我用了一年多稳稳的 所以无线充电器也就差不多了 我只是觉得就是它算是一个 必须在桌面拥有的产品 那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的笔记本 和笔记本价值 笔记本就不多说 因为是公司的 这笔记本价值 淘宝不到新币10块钱的东西 CP价非常非常高 我把我的触摸笔也放那里 很方便 虽然它不是铝铁的 它是塑料的 它很稳 你可以跟着你的笔记本的厚度来调整 它们使用的是六角螺丝刀 Alan Key 已经配好给你了 用好之后 你还可以藏在价值的下面 10块钱的东西 想的那么周到 强烈推荐 五颗星 现在我们就来聊一下这对喇叭还有这个工放 先聊喇叭 这对喇叭来自Denon 其实是从Denon的一台老模型拆出来的 知道这个牌子的朋友应该懂 它们也是有小组合音响 Micro Hi-Fi或者Mini Combo 这一台就是DM33的喇叭 主机是有CD player的 工放是建在主机里面的 主机已经超过十多年了 所以我也没去修 已经不能再用了 所以我直接喇叭拿出来 非误利用 这对喇叭是被动式喇叭 它不是主动式喇叭 所以基本上是不会坏的 它里面是没有电子零件的 所以这被动式喇叭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你只需要一台工放来推这对喇叭 很简单 主动式喇叭就是指这对喇叭 你需要插电 接去音乐来源就有声音 OK 所以我这对喇叭是被动式喇叭 所以怎么办呢 需要一个工放 那我们用的是什么工放 以前的工放都是比大台的 随着工放越大越好 然后又有CD player 给工放一台一台的接上去 科技时代我们还需要这些吗 其实不需要 我用的就是这一台小小的数码工放 它就这样 OK 重点来了 这是一台后级工放 工放有分很多种 前级工放后级工放 然后有些是前后级工放一体的 这一台是后级工放 也就是说你不可以直接连接一个CD player 接到这个工放 声音出来是不对的 因为它根本没有DAC 它是没有竖模转换器的 那有趣的地方来了 这一台是一个后级工放 可是它也是一个数码工放 就是说虽然它不是一体的前后工放 它可以让你直接连接蓝牙 或者USB音乐来源数码嘛 对不对 所以蓝牙和USB芯片 你也不需要一台DAC的 所以配上我这一对DANN的喇叭 音乐来源大多数都是我的电脑 或者手机利用蓝牙来播放 音质不会输给那些几百块 甚至一两千块的主动式喇叭 现在其实流行一些主动式喇叭 我本身是挺喜欢Audio Engine 有些人喜欢Edifier、Audio Pro、KEV 这些在市场上的主流喇叭 我相信我们都有机会试过 很多地方都可以试听 可是如果你们想要是我这一个搭配 这一个工放 欢迎你留言点个赞 私讯我随时过来可以听一听 我们也可以切磋切磋一下 原本是想买一个Audio Engine HD4 那对新推出的700多星币 对吗 或者A2 A2那一对钢琴白的 简直是非常漂亮 我觉得太适合我的桌面了 也不贵 450 新币这样 可是蛋 除了漂亮 它也就漂亮 试听了以后 完全没有接近我现在的这个搭配 所以这一台牌子的工放就是 SMSL 模型 SA300 它是一个中国深圳公司的产品 新币便利到吓死人 音质又非常好 完全没有的投诉 所以我最后才选择了这一个工放 有兴趣的话 我们来聊一下 所以喇叭和工放也就聊到差不多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线要怎么藏 这个对我很重要 因为我刚才有提到 我不是很喜欢无线的产品 所以我必须懂得怎么藏线 我的线其实很乱很多 可是你现在看过去 我本身觉得还ok 还不错 你可以看得出来是有整理的 所以有些人认为是我看不到就没有问题 藏在电脑后面 桌子下面都ok 我就是这样的人 只要不要太乱 乱到影响我的心情那一种 不然的话是ok的 你可以使用这一些3MPE Foam 我的电源插头就是3MPE Foam 贴在桌子下面 电线和桌面上的喇叭线 我都用隐藏线的套管来遮一点 当然如果你的喇叭线是好的 是贵的 你要炫一下 你开心就好 接下来比较琐碎的电线 我都用Bezus的魔术贴绑一下 就没有那么乱了 还有最后两样东西是必须有的 第一个是5-5的麦克风 这个拍子音质相当不错 它使用的是USB链接 然后还有一个耳机出口 这随身麦克风也是很方便 可以带去公司用 耳机呢我选择是入耳式耳机 i-news Canera 这一台呢音质和舒服度 真的是相当不错 可以推荐 耳机要聊的话其实是聊不完的 所以这个我也不多说 说到这里最后一个怎么样的梦想桌面才适合你呢 其实不需要去跟随别人 不需要看到怎么样的桌面就说 这是我要的 看到另外一种又说 嗯 这才是我要的风格 每个人的需求和喜欢都不一样 尤其是身边的人最会三封点火 会问你 为什么你没有这个 为什么你没有哪个 你拿这个来干嘛 为什么你没有32寸的屏幕 不需要听太多 最重要就是跟着自己的需求来设置 跟着自己的喜欢来花钱 毕竟你要买的花的都是自己的钱 所以听听自己心里的想法就够了 你花钱你快乐 没有人管得着 甚至可能你现在坐着的 你前面的桌面已经是你的理想桌面 听好哦 是理想桌面不是什么梦想桌面 理想桌面才是重点 根本不用去想太多 有些时候快乐本来就在身边 只是我们没有去发现到 没有发觉到 明宝在说什么吗 不明白 自己去慢慢体会 大家好 我是J 我们改天再聊 记得点赞和关注我哦 再接受用 就是那些古兰 的